林婆婆 你好 聽清楚題目了 請在15秒內用廣東話說出最多的菜名 什麼話 用廣東話說出菜的名字 準備 用泰文 不是用泰文 用廣東話說出菜的名稱 預備 3 2 是不是用泰文 聽清楚題目 廣東話 不是菜 聽清楚題目 聽清楚題目 未開始計時的 林婆婆 停一停 未開始 聽清楚題目 問題就是 用廣東話說出最多的菜名 預備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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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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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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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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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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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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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在樓下 按個訂閱按鈕 訂閱是免費的 那我們不說那麼多廢話 我們現在講一下菜的泰文是什麼 Let's go 菜來說呢 在泰國其實不是常見的食物 所以肚子就找到幾樣 在泰國常見的菜來講一下 我們現在講第一個 泰文是 就是三菜的意思 泰文是 就是白菜的意思 燈烏 燈烏 就是糖烤菜 那除了林婆婆的菜之外 雖然林婆婆講了很多菜 那有些肚子是找不到她的泰文 那肚子呢 就找了一些經常見到的菜 那就分享給大家聽她們的泰文是什麼 我們現在繼續去聽 泰文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燈烏菜在泰國常見到的 就是通菜 那通菜的泰文是什麼 就是 通菜的泰文 那今天就是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樣學泰文的話 就快點留言 告訴肚子 大家看了林婆婆這段片沒有 真的超好笑 如果沒看的話 就快點去看 你看看之前 就記得幫肚子 按一個訂閱仔 就是訂閱那個鈕 訂閱是免費的 不用擔心 那就可以跟著這段片 去按一個訂閱鈕 那訂閱鈕 旁邊呢 就有一個小鈕 按它的話 對肚子這些無定向的製作者 是非常之有用的 因為它會馬上有專人通知你 那就可以立即看到肚子的新片 除了按鈕按鈕之外 也可以按LIKE 給這段片的 LIKE完之後 想跟肚子聊天 或者想說 給肚子聽 想學些什麼的泰文 可以在樓下留言 那如果你覺得這段片 很有用的話 好正 好搞笑 如果你身邊 又有朋友在學泰文 喜歡泰星 喜歡泰國的文化 那就快點 分享給他們看 告訴他們 原來可以這樣學泰文的 如果大家覺得肚子 講廣東話 講泰文 講英文 講什麼文 都說得不清楚的話 就可以follow肚子的IG 裡面就會有些插畫 再加一些 字典發聲的 泰文讀音 告訴大家 又是戴頭盔的時間 那如果說錯了 我覺得不對 覺得很難聽的話 那請原諒 那今天就是這樣 Kof kun ka Sawati Ka Bye Bye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